刘涛提起前夫落泪,十年没见,身患抑郁症了他在工地搬砖。 刘涛算是中国娱乐圈的知名人妻,而且是大家公认的好媳妇,虽然说在嫁给王柯的时候风光无限,王柯贵为京城四少身价过百亿,但是没过多久王柯破产,而本应该过祝父太生活的刘涛也不得不重新踏入娱乐圈,开始了替夫还债的生活。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,王刘涛付出后一连接拍几部大戏,不但还清了债务而且现在身价已有38亿,刘涛出演了《蜜月转》,欢乐颂知名度大涨,比嫁给王柯之前的知名度可要高多了。 但刘涛跟王柯结婚前并不是这样的,刘涛现在是二婚,刘涛在刚毕业的时候前夫刘伟民就打算跟刘涛结婚,之后两个人就领了证。 但是随着刘涛踏入娱乐圈,渐渐地接触到了王柯,根据媒体的爆料刘涛依然决然地抛弃了李伟民跟王柯走到了一起。 还记得在《亲爱的客栈》里王柯自曝跟王柯认识才二十天就决定结婚了,细思极恐啊。 刘伟民是知名建筑师,在得知刘涛跟王柯的事情之后,他表示只要刘涛愿意回来可以选择原谅,毕竟感情很深,但刘涛决然地跟王柯走了,之后两个人近十年未曾见过面,刘伟民也患上了抑郁症。 有网友戏称王柯跟刘涛现在身架几十亿过注自润的生活,刘伟民这个建筑师还要在工地里搬砖。 而一向对此事只则不提的刘涛早先也说起了前夫的事情,对于抛弃前夫刘涛痛哭流涕,毕竟真的帮过刘涛不少,哪怕比不上之后的王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